這個簡報的部分其實最主要的會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你在簡報過程裡面需要注意的就是 游標、畫筆 你不覺得我都老是在放大 在用 這是一種方式 那第二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個經驗 如果你的Notebook接上投影機以後 有些 比較舊的 就是投影機解析度比較低 你的螢幕解析度變掉之後有沒有桌面圖示都亂掉了 有嗎 有的人是桌面會滿出來的 那就更慘了 好就亂成一堆你就要回去要收拾整理 很麻煩所以你應該知道桌面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好的存放的地點 但是呢 沒有關係其實你只要有一些小工具 事實上這些問題都可以克服 那首先我跟各位介紹一個 這個 如果你覺得 我們這樣 因為像我這個游標我已經有 放大到最大 就一般的那個最大那個 布景組裡面的最大 可是其實還是蠻小的 對不對 尤其是 就是 不是在我們一般講的電腦教室裡面的話 其實你看 還是相對比較小 所以這樣動 不大OK 那有些人用什麼用光筆嗎 光筆更小 只是比較亮 反而看了反而更不舒服 所以呢 你可以試看看 各位離開學校都一段時間了 所以呢有個小軟體應該可以讓你回味一下 這個 跑去拿 在下面 這裡 好就是這一隻啦 這樣有比較大隻嗎 教練拿出來 現在不能打人但是 簡報很好用 這樣再比有沒有比較看得清楚一點 有嘛 都不會忘記 都不會忘記那一隻在哪裡 所以這一隻 當然也是免費的 其實我們今天講的 大部分的軟體都是不用安裝的 都是免安裝的 所以呢 您可以到剛剛這邊 如果你要找這一隻 你看這樣 即使背景是白色的 看起來也很明顯嘛 我跟你講 不只只有這一隻 還有很多隻 它裡面 點一下 你看我現在紅色的 這隻如果你覺得真的不夠可以變大 有沒有 對 這樣子的話 這樣還看不清楚就 就非常的那個 當然透明度可以調 你看 這裡有很多種 你要筋的 筋的 它有蠻多種的 你可以調 那麼最近它還有一個 就是下面這一種 實質的 有沒有 實質的 這樣也是 很精準嘛 看得出來 比較奇怪 比較奇怪 不過大部分我都是用上面的 就紅色的 還比較習慣一點 那大小你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那 原則上呢 這個就是指揮棒 它就叫指揮棒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就是 它預設的這個快速鍵是 連點滑鼠三下 不過這樣會跟我們剛剛 有一個東西一樣對不對 選網頁上的 那所以通常我都把它快速鍵 我就不要用 反正我要的時候 我們在下面這邊 你看我先把他隱藏起來 我在下面這邊 我再放大 有沒有看到 這有一個這個 這就是它的圖示 那我會在這邊按滑鼠的右鍵就可以開或關 就我需要的時候再開就好了 不要再去寄快速鍵 這樣比較方便 那順便提到 跟大家提一下 我們知道 這個地方 稱作什麼 就是Windows的這個叫做通知列 平常我們現在執行軟體 像我們剛剛Dicto這個也是一樣 你如果執行 預設它並不會在這裡 因為它把它收在這個三角形裡面 請問你要怎麼把它拿出來 各位 科技來自於人性 你千萬不要 來這邊 然後再按右鍵自訂 你就這樣子 你看 按著它 拉進來 有沒有 我現在在這裡對不對 按著它拉出來 這樣它就會乖乖在外面 這樣了解 像這樣你 你就可以讓它就是 某些圖示你比較常用就可以直接拉出來 不要我再打開再來選 好不要打開再來選 這樣有簡單嗎 那麼 建議各位你可以把它這個位置的部分 位置的部分把它設定在右下角 因為一般我們比較習慣在右下角 它自動的話 會有一個小缺點 我 弄一下給各位看 顯示 你看我滑到另外一邊 有沒有 自動換邊 這叫自動 可是有時候我覺得這樣反而會比較混淆 所以通常我都會把它 擺在右下 因為這樣我就很習慣 反正不管你走到來都是右下角 好都是右下角 這樣這個工具就會比較好用 那 它呢 我通常在搭配另外一個 所以我們這裡 簡報的這裡 有一個叫做好幫手 簡報24例有沒有 我部落格上的標題 因為有另外一個軟體 可以跟它一起搭 那這個軟體呢在這邊 我把它執行一下 在這個軟體我已經執行了 所以 您來看一下 如果說您在做簡報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 注意力 專心一點 看清楚有沒有 有沒有聚光燈的效果 對不對 這樣 應該焦距比較不會對錯吧 這個也是免費的 也是免費的 就是 它可以像這樣 當然畫筆的部分也沒有問題 對不對 也有 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 我滑鼠在點的時候有沒有亮一下 這樣是不是都看得清楚我點哪裡 萬一呢 你是屬於需要讓人家知道你鍵盤的 按了什麼按鍵 因為一般我們在錄教學影片比較會有這種需求 所以我如果在這邊 我按了 比如說 這裡 1 有沒有下面我的 這裡有沒有下面跑出來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說這個是軟體需求比較 就是說教學的部分比較會用到 那一般各位 平常在做簡報的時候 大部分就是沒有我點在哪裡 你不用告訴人家了 人家上面這樣一看就看得很清楚 好看得很清楚 像剛剛的這個聚光燈效果也是很好的 因為 這樣子你可以很清楚的把焦距 我們就堆在這邊 這樣他就不會看周圍 OK 那這兩個 都有中文 都有中文 所以我剛剛給您看到的這個 這個 它本身也都是一樣 就是說這個小軟體比較特殊啦 而且這個就算你真的要買啦 我有買啦 100塊 不好意思 我不是說美金喔 我是說我們的新台幣喔 現在軟體 其實它本來是沒有到100塊啦 但是因為有稅金嘛 所以有加上去 不然的話 好像是幾塊美金而已 就還蠻便宜的 我很少遇到軟體有這麼便宜的 後來我有買 那反正支持一下 但是你不用也還好 就是說你用它的 免費沒有註冊版本 也一樣是可以用 一樣是可以用 這個是 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 簡報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用 這樣子 有沒有覺得比較容易一點 對不對 當然這些工具 不是說我全部用的都好 看您的需求 因為有時候其實 不見得這支筆 教編要出來啊 對不對 教編 你看我就撐到現在才拿出來 好 我就把它拉出來一下 好 所以我不要我就先把它收起來 OK 所以這個是 我們 針對這部分 那如果您 對於就是 簡報 還想要更多的 我有一篇教學文章 是在這邊 因為 這種東西 老師常常會用到 所以我一篇部落格是專門 寫說 老師你有找到 好的螢幕畫筆 裡面就有好多種 就很多種 那您有興趣再去看一看 OK OK